好,那有了维度的概念呢 我们就可以回答我们刚刚前面的问题 刚刚我们前面要检查这个是不是个基底 我们好像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要检查这个构成的方正 它的行列是不是0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其实课本有一个定理 大概在讲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我们线下知道一个向量空间 维度的大小已经知道了 那么,如果今天它是一个线性独立极 n个元素的线性独立极 那么它就会生成 它就会生成整个空间 那如果今天它是一个生成极 n个元素的生成极 那么它必然就会线性独立 这个就是一个n度空间里面 如果它今天已经可以彼此独立又n个 那么它就刚好就是一个基底 如果它今天又可以生成 而且它也是n个 生成就表示说它数量够多了 但它刚好就n个 那么它刚好一定就会线性独立 确定数量的情况之下 这两个事情当然就是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要检查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像我们刚刚要检查这个 是不是一个基底 那我们就检查它们是不是独立 对 就是实际上就检查这个的行列式是不是0 那因为这个行列式不是0 所以这个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基底 当然你可以说检查这个东西 物为0 那当然它也是恰有一解 也是可以生成 其实两者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在我们确定那个个数的时候 看我们确定它的维度 还有确定它的 确定维度之后再去看的时候 就比较好看 比较好检查